我很緊張那個瞎後來手會冒汗一直在發抖 為什麼 那緊張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對方真的太漂亮 你很難不去注意他的臉 哈囉大家好我是黑佳佳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裡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和我們一起成為為企園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紅面騎王周俊勳 常常會來這個頻道觀看的同學們 一定都知道現在世界上 最有知名度的女騎士 就是我們台灣的佳佳老師 那大家知道嗎 在佳佳老師出生前 在日本還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女騎士 她不但長得很漂亮 麒麗也下得很好 而且她還是我們騎林王的監製喔 大家在騎林王動漫的最後50秒 會發現有一位很漂亮的圍棋女老師 會在那邊教小朋友下圍棋 那位就是我們的梅哲遊想禮梅哲老師 那這一次呢 為了要分享梅哲老師的故事 特別拜託孔立文老師 私下去採訪梅哲老師 那梅哲老師也非常認真 嚴謹的回了我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接下來大家就跟我一起來 認識這位梅哲遊想禮吧 就像騎林王中 塔矢亮和敬填光的羈絆一樣 梅哲遊想禮老師 從小就是同輩中的佼佼者 直到七歲時遇到了導陽子 那場敗局 就此開啟他們之後在怨生時期 以及成為職業騎士後 女士對義的宿命般緣分 梅哲老師國中時 在奇會所 偶遇當時最有名的天煞星 加藤正福老師 因為在讓三職的情況下獲勝 而被加藤正福老師收為弟子 看似圍棋之路將一路順遂 梅哲老師卻連戰連敗 遭遇挫折 而一度放棄夢想 淡出了奇壇 遲到大三時 一直以來最支持梅哲老師 也最期待他 能繼續活躍於圍棋比賽的 父親因病去世了 他才重新思考 成為職業騎士的可能 並在與一流騎手交流後 下定決心扭轉人生 衝向職業的大門 決一實戰 幾經波折後 梅哲老師終於考上職業騎士 在1999年年底 他被日本騎院指派成為 麒麟王的兼修 讓梅哲老師在成就夢想的同時 更走上一條獨一無二的道路 為推廣為期帶來巨大的影響 小助教其實已經有拿到周老師 當初問梅哲老師的問題 等等就會有小助教我本人 來代替周老師提問 然後由周老師來分享梅哲老師本人的回答 想請問一下梅哲老師 當初在監治麒麟王的時候 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梅哲老師說 作為VS踏實名人的網路對局時 事先決定了劇情 再去找適合的棋譜 當時大家都覺得這盤棋 是最重要的一盤棋譜 所以很多人都幫著作者 再找去這盤棋譜 那梅哲老師也為了這盤棋 傷痛了腦筋 然後最後梅哲老師找到了 也設定了這盤棋 作為這個漫畫中該出現的樣子 然後這盤棋譜 也是梅哲老師在麒麟王中 唯一指定希望呈現的棋譜 我想問一下梅哲老師 最喜歡的麒麟王片段是哪一段呢 梅哲老師最喜歡的就是 左圍不見的那一段 那其實那一段 相信看過的人都會蠻難過感傷的 那金晨光在左圍消失後 才發現了自己失去很重要的東西 那其實最後阿光發現 左圍就在自己當中的那一刻 對梅哲老師來講是非常有 非常有感觸的 因為梅哲老師也曾經有體驗過 結果他看到那個畫面 就好像想像中 他的這副老師也曾經出現在他的 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刻 然後他覺得這個劇情的過程 就好像他自己 親身體驗過的一段 一模一樣的故事一樣 想到又想要哭了 那請問梅哲老師 對於前有這部作品 整體的感想 好 那梅哲老師說 因為有了這部作品的誕生 對全世界的圍棋界 帶了很大的影響 那他沒有想到 當初會有這麼多的回響 所以他在做麒麟王的監製的時候 其實他是很專注在 不論是棋界的一些畫面 棋譜的產出 都是在比較細節方面 去做一些協助跟幫忙 沒有想到 事後過了很多年 他再回去看 《啟麟王的動漫》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故事 其實是非常感人的 然後 反而是試過境遷 十幾年後 自己才被 《啟麟王的故事》 真正去感動 然後覺得說 哇 這是一個很棒很了不起的故事 這樣 真的 其實我覺得《啟麟王》 是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用心的動畫 跟漫畫 因為當初 《啟麟王》本人也是 因為《啟麟王》開始學圍棋 然後我也那時候也很期待 每一集動畫結束之後 《啟麟王》教的一些 會教哪些小知識 或小技巧 其實在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梅德老師自己有個悄悄的爆料 他說 其實 當初在監製動漫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要錄這個 小單元 對 那後面是因為動漫需要 50秒左右的空檔 所以 動漫的製作方 就希望他能夠幫忙去錄一段 圍棋小常識 或圍棋知識的分享影片 然後就這樣 就出現了在《啟麟王》的動漫中 應該是電視的時代 所以需要先 都要切個廣告 那廣告完直接結束就很奇怪 所以廣告完後面有一段圍棋的 反而讓圍棋的那個 知識跟櫃的變成那麼普及 所以也是感謝電視的時代 是的 在了解梅德老師這麼多的故事後 相信大家對他會更崇拜 更驚訝 那他真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騎士 除了 監製《啟麟王》以外 他在2007年到2009年中 還在日本的女流騎盛拿到了三連霸 那梅德老師不但人長得漂亮 在女子世界賽 女子棋界都有很好的成績 那是一位讓人家非常喜歡 受歡迎的女騎士 我覺得剛聽完周老師的分享後 小數教覺得周老師本人 應該也是梅德老師的小本事 是 沒錯 我其實從 應該是我16歲以後 我就知道日本有個梅德老師 對 他比我大幾歲 所以 從小就是很敬仰他的 那周老師自己本人 有跟梅德老師接觸過嗎 那我在應該是18、19歲的時候 當時台灣有那個中日友誼賽 然後每年會有日本的職業高手 來台灣做圍籍的交流 然後 應該是在我19歲的時候 有機會跟梅德老師在 幾百個人的面前在台上 下了一盤正式一對一的比賽 然後 那時候我已經是台灣的職業九段 基本上是用台灣第一人的身份 去跟梅德老師下棋 然後當時梅德老師還 就是說 開玩笑說 跟我下的是分先嗎 要不要讓先 類似的 有類似的話出現這樣 梅德老師問周老師可不可以讓先 對 因為他覺得他是職業三段 然後 我是 台灣的第一人職業九段 當時老師下的感覺很快 當時後來應該是分先下 然後 但是我記得我很緊張那個 下後來手會冒汗 一直在發抖 為什麼 對那 緊張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 對方真的太漂亮 你很難 不去注意他的臉 然後第二次 當然 你我的身份就是 代表著台灣去下 絕對不能輸 說的是 丟台灣的臉 所以 下之前是 真的真的很緊張 因為 那個緊張就像是 小粉絲遇到了自己很喜歡的偶像的那種心情 當時我就嚇的時候 很多男性是很嫉妒我 沒有 而且是我的老師們 肯定啊 肯定的肯定的 那後來運氣很好的贏下來 贏下來之後 哇 瞬間就收了一大口氣 然後 後來跟 日方那邊有做 比較多的交流跟互動 就覺得 嗯 自己是 那也是很開心的 今天就讓我們來致敬一下 夠夠行李王八 圍棋是由黑棋跟白棋來組成的 那第一手由黑棋先下 之後 雙方一人一手的進行 那因為在日本幕府時代 白棋通常是上手的身份 所以 黑棋先下有尊敬上手的意味 這個意涵讓我想到了 當初跟美澤老師在台灣下的那一盤棋 我猜到了黑棋 那就好像是 冥冥之中注定了 粉絲遇到了偶像一樣 以上就是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圍棋小故事 大家很想知道哪些圍棋故事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下次見 掰掰